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如我们所估计的 未计算外场的启动和油油大概是这样的 都是200万走不脱 计算外场的启动就应该是200多 有人就会好奇 搞这么大堂东西 搞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买新楼呢 这条片是想说一下 为什么不买新楼呢 我们就倾向不买新楼的 其实如果看开我们 我想年多之前 我们也说了为什么不买新楼 但其实没有让大家知道 不买新楼的好处 我记得买旧楼的好处很少说的 我记得这条片顺便也说了 正因为买旧楼的好处 我们更加不买新楼 我先说一下 我有个朋友在美国的 他就是飞机师 他懂得整飞机的 他就特意在机场附近的一个地方 他租了一个office仓库 那里拿来做什么呢 那里就是他的办公室 他当然也是一个飞机师 他拿来砌飞机 砌车 我觉得有时候他跟他不太沟通得到的 为什么呢 就是他叫我不要买什么车呢 不要买九几年以后的车 我说 哇 不要买九几年以后的车 我老爷 我的车是零几年的车 我都已经觉得十几年的车已经顶不住了 他说不要买九几年的车 这是什么世界来的呢 原因是因为九几年以后的车 电子的车是越来越多 当然新车是电路板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喜欢新车 玩车的人喜欢新车 甚至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换车 我以这个朋友来说 我经常看见他 还有在我们爱丁堡 英国其他地方 我想你留意都会看到 有时候会发觉五六十年代 或者六七十年代的车 还在街上走着 然后那个老人家还要很自豪地去驾驶他的车 他的车是伸促促的 然后慢慢加上我听我的朋友说 我每次见到这些人驾驶这些车 我就觉得这些是一种任性 也不是每个人任性得到的 不是说你赚钱买得到的 你明白吗 有些人说 为什么不买新车呢 每半年就换一辆新车 然后每一年半载 年两年就换一辆新车 有些人就以这个为自豪 每一辆很短时间就换一辆新车 最新的车 但这种人 专专玩旧车的 专专驾旧车的 将它翻新到新的一样 驾驶在街上 哪怕那辆车真的看那些片子 讲回到未来的那些片子 五六十年代的那些 哇 那些车 美国原来更多 所以我的朋友就说 你不要买九几年以后的车 就是因为他设计齐车 大哥 他有一次他穿州过省去到另一个省那里 去买一个车的壳 然后回到他 他不断酸酸又味地跟我说 找不到的 多难找啊 这个车的壳是找不到的 怎样怎样 是买回去砌 然后买回去 然后买了一些零件 不断拍给他看 其实我是搭不到爹的 你知道吗 这个是Turbo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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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搭不到爹 他说他砌完一辆车 是可以到那些赛车场那里 半职业那些去砌的 上年他说砌了三部车 还是砌了三部车 其中有两部想着去买的 他也砌了飞机 买一部旧的 二手的飞机 然后他就不断拍照 他一直不久上传一些影片 现在买了什么零件 我用这个做例子 车飞机就更加遥远了 我更加不可能 车我就没有本事任性了 但是房子又不同啊 房子我真的觉得 我可以任性一点 因为我也帮过 我不是网友 而真的是朋友 认识了几十年的朋友 去看过两年前 千五万的房子 现在已经不是千五万了 绝对 我看完他的质素 我真的觉得 买了那些是翻新的项目 比如学校 医院等等 翻新的项目 卖了一千万 但是这样的质素 我又说一下 为什么不买新的房子呢? 就是任何一个城市的市中心 最值钱的地段 姑且这么说 你是很难找到新的房子 尤其是全新的房子 还要是房子 全新的房子你都更容易找到 但是全新的房子呢 在市中心贵的地段 或者是值钱的地段 值钱的地段就是交通方便 再加上环境优美 是不是? 即是说他不是在最忙碌的 主要路上的人山人海 又有个大花园又清幽 但是又近市中心 可能开车只是五分钟 去到市中心的中心 这些地段 你是根本上 你找一个房子 极之难 我刚才所说的翻新项目 其量都是平均 他同一个地盘都有些房子 类似我们的牌屋 但是他新的豪宅 即是香港的一些豪宅地段 全新玻璃幕墙 一家一家 两层三层高 一千多两千万 你说 如果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太遥远了 但是我能够在市中心的附近 几分钟车程 到市中心的中心 然后买到一个房子 哪怕是旧 我将它翻新到豪宅 很现代的 有时候大家如果去看一些外国的YouTuber 去介绍一些新的楼盘 或者说一些很漂亮的楼盘 或者Dream House的楼盘 当然他们的介绍都是几千万的 真的很漂亮的 很现代的 我就是想装修到这样 如果你说 你买新楼 还要买市交一些 以及现在的新楼 是正常的 就像我们的外星部 无论是东南西北的偏交 你找的新楼 都是正常的 你只拍照 拍摄地盘那些 你根本就分辨不到它在哪里 你不可能知道它在哪里 因为是一模一样的 以我所知 因为现在我们有些朋友 都会买一些新楼 当然每一个人 取向都是不同 也不是每一个人 能够稍微任性 可能有些人是稍微任性 在车上 甚至好像我朋友那样 私人飞机仔 也不是每一个人 会这样做 有不同的人的取向 有些人可能就是 喜欢一买即注 但是我看到现在 千篇一律 standard的 又不是我们喜欢的 因为 虽然我现在好像 搞了半个 装修的人 说我DIY师傅 我老板行都是 时装的 制片 他也是一个半个 艺术人 他读过室内设计 我们对于美感 是有一些要求 我们不是说买一个新楼 就可以 就是看见那个新楼 好像 当初买这个 160年的 这一间旧楼 就是因为我们共同进来 我们觉得很有味道 看见那个火炉 很有味道 每一个的雕花 灯 上面 很有味道 然后他有一幅相 是130年前拍的 还挂在这里 很有味道 我们有个朋友 他是在香港做建设计 他来到 他真的 就是 你这个 就是这个 尤其是某些位置 更加 他正是想做一个艺术狼 这样的 的感觉 他本身是想 他现在的房子 想做一个 有一部分 是这样的 我们做了 他说 这些东西 不是你买新楼 可以满足得到我们 就是因为我们 对于美感 是有一些要求 再加上 用料 我拍的那条片 他不是 地脂 不是 翻了出来 就化了 其实你走上去的地板 你已经感觉到 那些木 是更实 新楼 我们现在也有 见这些新来的朋友 买了一些 新楼 或者是二十年左右的楼 或者是几年的楼 帮他们铺地板的时候 把地毯都建立了 我看到那些木 就已经有点 飞机木的感觉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 是很软的木 而且很薄的 桩子也有 但是这一间 我走在上面的木 虽然不至于去到这百多年 或者一百几十年的楼 那些桩子和木 那么硬 但是呢 它都是边硬 边硬 那间屋的基调 我会保留本来的基调 再在这个上面去做 刚才说 就是一些关于艺术的 你想装修到 那个feel是怎么样 那个美感是怎么样 另外一方面 就是如果你买新楼 哪有人做地暖 没有人做地暖 然后你要做又怎样 就全部建了 全部建了 全部建了 那我不如买一间球楼 来做 是不是 加上现在的新楼 我也听闻 尤其是南部 我也见过 有些人拍过 是破坏的 真的破坏的 有很多做工是很差的 很脱漏的 因为这些接駁位 各样 那些长生 那些批档都很差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尤其是如果你对住屋 有要求的话 那为什么不买一间旧屋呢 集合了这么多的因素 我就情愿在市中心 买一间旧的房屋 本身都有一个成本 然后呢 但是呢 我就花点精神时间钱 去把它装修到我的dream house 我相信装修完呢 现在我这样想 是已经达到我大半 我的dream house 没完全 不过不要紧了 是吧 人种会进步 我先搞到这里 其实 新楼有新楼的好 旧楼呢 是有新楼 连有钱都买不到的好 这种好呢 是 我有时候都觉得 好像是 那些人不是买玉石 是买一块玄石 有些人喜欢买一块玄石 回来开 接着呢 给个手工好的师傅 开到呢 哇 叼得到一块艺术品 但是这种的做法呢 又不是个个人能够做得到 对装修有一定的了解 也有一定的要求呢 为什么不要求高一点呢 我们就是这样 好了 这一条片简单说了 为什么不买新楼 旧楼有什么好处 当然了 上一条片 说了 有香港人过来 想买一个旧楼 翻新 我是拍这一条片 给大家有预算 因为的而且我都知道 老实说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你要么就自己会做 要么你就肯拿一块钱出来去做 但是拿一块钱出来去做 因为我们也有朋友 想着找一间近市中心 他也想找一个装修的好企 但是呢 价钱也是不菲的了 加上也不是那么多 真的挺少的 不容易运 就是这样 这条片就是这里 和大家说回 旧楼的好处 新楼的好处 各有所需 每一个人 有不同的取向 好不好 我们下一条片见 拜拜 查Es 哗 二